当新冠病毒变种EG5在全球未患之际 另一新发现高突变病毒B2.86 又来势汹汹 且有将攻陷美国之势 喜关注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最新数据显 截至8月19日当周新冠病毒住院人数积增加18.8% 是连第六周上升 患者主要感染阿玛克兰菌珠亚变种 其中B2.86已既在纽约州和维珍尼亚等五周出现 纽约士官建议民众在劳动节长假期佩戴口罩提高防疫 被B2.86亚变种病毒于7月24日在丹麦首次被发现 其号国以色列英国南非葡萄牙瑞典法国加拿大泰 也陆续通报出现感染者 直至8月29日全球累计至24例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报道 休斯敦为理工医院于上周四三十一日公布在德州发现首宗病例后 美目前已有五个州份发现B2.86亚变种的踪迹 其他各州是俄亥俄州、密歇根州、纽约州和维珍尼亚 纽约市是在下水道的废水中采样检测到B2.86 升官员担心病毒正在社会上循环流波 所以紧张 随民众随着病例增加 预防措施越来越重要 但照仍是有效方法之一 CDC除了建议民众旅行前接新疫苗 亦建议民众各自根据所在地的新冠入人数来衡量需否戴口罩 准则是当地医院每10万中有20人或以上感染 就应该人人都佩戴口罩 若10万人中有10至19.9人 高风险一族应戴口罩 据报美国会近日的确在掀起应否回复戴口罩的讨论 华顿大学医学院病毒实验室教授罗乔杜里指出 安老院和疗养院等范围重推口罩令 可有效率疫情大爆发 不过西北大学预防医学教授卡内认为 虽然BA2.86估计会在劳动节长假期后出现新医异潮 但当局中推口罩令的机会不大 因为民众会接受 8月18日首度在境内侦测到BA2.86变异株的英国 防范未然 宣布提早启动秋季接种疫苗计划 应蓝本土于9月11日开始进行 星岛头条APP经营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苗设计者到此道明 毁养